大家好,我是阿维,上部视频讲述了下嫌,这期视频是下部主要讲述上嫌 上嫌,双眼刻字,一只眼球刻有上嫌,另一只眼球刻有其对应的数字,不区分左右眼 接受的无惨血液远比下嫌来的能够得多 实力极其强大,远远凌驾于下嫌之上,不便瞧不起下嫌之鬼 是无惨挥下对付鬼杀队的最精热战力,又有上寸鬼杀队住及见识的实力 就算是上嫌之中最弱的上嫌之路作息,也已经在百年先杀死了七名柱 更不用说其余的上嫌了 嫌上嫌之路 嫌上嫌之路,肌肤太郎和特基,他们是双子之鬼 肌肤太郎是哥哥,特基是妹妹 肌肤太郎,上半身赤裸,留着黑玉相间中短发的青年轨 不贵,外形古兽柔柴,身上有许多黑斑 特基,头上插着花旗,所以女幼儿各有着花朵自清的女性 一旦戴着分身回到自己本体 头发就会放下硬有黑色转为银色,眼睛则变成黄色 服装也会有花回服转变为暴露的穿着 最终在肌肤太郎因为头有藤花族的苦务运动 而暂时失去行动力,而被太智狼斩首之时 在善意和一支柱的合力攻击下,女哥的同事被斩首,最终消失 剑上弦之路 剑上弦之路,割上弦之路 割上弦之路,夺基与欺负太郎的吸引者 火器善意的师兄,雷之呼吸传人 黑他青木,脸上有虎纹,带有多余退市 原为鬼杀对对视,后喝下黑死猫之血成为上弦 导致原雷助切腹谢罪 瞧不起指挥雷之呼吸 一支行的善意在无限程中与善意对决 被善意自创的雷之呼吸,一起是打败 上弦之舞 上弦之舞,玉狐,被称为狐之鬼 平时藏着玉冠中,口眼错位 头两侧有婴儿般的小手 奉无惨之命找寻,青色被暗发的情况 为了讨好无惨并削弱鬼杀队 而与半天狗一同袭击了断刀人的孙子 最终唯无一朗所斩杀 前上弦之四 前上弦之四 半天狗,被称为分身之鬼 奉无惨之命找寻青色被暗发 为了讨好无惨并削弱鬼杀队 而与玉狐一同袭击了断刀人的孙子 最终本体为贪之狼所斩杀 在消失的同时,只够五十无惨则知了 到门里斗子克服了阳光 前上弦之四 前上弦之四 明语,被称为成之鬼 在半天狗被消灭后 获得了无惨的提拔 它可以改变五线城内的风险复局 上下贤惠玉石 通过弹斗琵琶 将迂惠者召集至五线城内 五线城决战开始后 一斜鬼术将鬼杀队全员吞入五线城 之后与甘露寺密林合一非小巴密交战 之后被御使狼利用斜鬼术操控 但最终被无惨亲手杀死 无限城也因此完全崩壞 上弦之三 上弦之三 一窝座被称为斗子鬼 它拥有着桃红色短发 浑身不满深蓝色刺青 一窝座崇尚强者 厌恶弱者 为给父亲治病而经常盗窃 结果害得父亲为此上吊自尽 在被流放后 遇到了师父倾堂和恋人念觉 正当下定决心守护他们之时 二人又被附近剑道馆的歹人害死 最终在愤怒地缺起了剑道馆之后 被无惨强行变为了鬼 眼眸被斩杀后 被鬼舞时无惨命令 通降无限列车 与信兽狼激战后将其杀死 后因为信兽狼的顽强临死前 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抓住一窝座 看到太阳快出了 炭治狼趁机上前差点将其斩杀 无限城决战开始后 在城中被炭治狼斩首后 想起人类时的记忆 最后亲自破坏了自己 最终灵魂可复兴 师父可爱人的指板之下解脱 上贤之二 红魔被称为兵之鬼 原上贤之路 他是万事其乐骄骄鼠 武器为一对扇子 特别喜爱使用年轻女子 无限城决战开始后 在莲花市中迎接鬼杀队 最初击败并吸收了人 但被人以牺牲自己的方式 注入了七百倍致死量的藤花毒素 随后迎战香奈户国乱入的一支柱 因为太过轻敌 而导致在藤花毒发作后 身体濒临崩溃因此实力大减 最终被香奈复活一支柱 可离斩首 上贤之一 上贤之一 S木 这只模样 拥有六木 作为有火焰状的疤痕 阶级关键墙 不容上下支柱混乱 在上贤之手中 因看不惯一窝座的月底作风 而斩断其一条手臂 人类时期名为七国颜盛 月之呼吸使用者 是毁杀队最强大两个箭矢之一 与日呼一样强大 但是两人出现了两极分化 无限城决战开始后 遭遇了石头无一郎 轻易斩断其一帝 并将其定在柱上 正准备将其变回毁之期 察觉到了全密并将其重创 随后十密乱入云之交战 即将将其杀死之际 又被被迷与刑民阻止 随后与无一郎 十密 刑民三人熬战 在不断解放自身实力之际 也察觉到了三人实力的提升 后来被无一郎以舍民以及刺穿 同时被鬼化后的 玄秘用枪射击 并被其邪鬼术困住 在绝望之际感受到了不断的虚弱 发动了邪鬼术反抗 动刀了玄秘从无一郎 但却被无一郎的恶刀 和玄秘的邪鬼术再次限制 最终被刑民在十密的配合下斩首 但由于自身强大的执念 而突破了限界 完成了再生 之后由于从刀刃的反光中 见到了自己的丑了样子 因而对自己狗活至今的信念 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最后 在任由自己的身躯 在被无一郎的锐轮刀 裂血无法再生的同时 被十密和行民摧毁 最终化作了尘埃消失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可以点赞订阅哦 谢谢大家